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 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圣雪 介绍熊燕 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 逃到美国求学后 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 圣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 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 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 当天对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 模拟演练的机会 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选的 而且我目前最选的 是金属的鼓励 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 激动了许多与会者 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 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 1989年六四屠杀后 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 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 熊燕 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助导 熊燕为他按手祝福 陈达正公开决志 信仰耶稣 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曾经救人的人 又被他所救的人 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 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 对熊燕寄望甚高 陈达正说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 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 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 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 港家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 钱固然重要 但是人更重要 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 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 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 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 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 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 让地区选民关心 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 紧密相关 如果制裁中国 会有连带风险 他认为 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 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 冯玉兰强调 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 而不仅是华人社会 熊燕的民运身份 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 中外友人 但也有负面影响 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 就是中共 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 他在海外的那种 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 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 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 到美国的价值观 来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 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 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 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 不一定一战而胜 熊燕的竞选团队 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 竞选计划 汪明义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熊燕这样的朋友 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 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 那么一次冲刺 两次冲刺 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